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打击地面 首先来了解各种武器的特性 我把对地攻击做了些分类 1. 高空 2. 俯冲 俯冲里面我再把它分成 低角度 与地面夹角约0-30度 普通 与地面夹角约30-60度 高角度 与地面夹角约60-90度 俯冲的角度会对头弹类武器的灼弹点造成影响 更进一步影响到致命范围 其中最会受到影响的就是战壕战斗机的爆裂箭头 接下来我来用战壕示范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先是低角度 再来是普通 再来是高角度 这张图就是我从同个方向丢下爆裂箭头所造成的痕迹 由右至左分别是低角度 虎通 高角度 可以看到低角度的痕迹呈现一条线 普通的痕迹像是个弹形 前端的部分比较宽 高角度的痕迹比较开 长度则比较短 更接近圆形 在其他种飞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但其他飞机只有长度的差异 不会有宽度的差异 投弹的时候敌人越接近哪个形状 就使用哪个方式投弹 这是增加杀到复数敌人的机会非常重要的技巧 射击型武器虽然不会有范围的差异 但下坠的程度会不一样 我觉得他这边有一点不好解释 因为没有办法直接拍到画面 平射的时候 射击型武器发射 会给往机头方向的一个力 将炮弹推出去 离开枪管后收到中力将炮往下拉 距离拉长后 因为缝组前进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所以轨迹呈现一个弧形 补充角度越大 这个弧形的半径也就越大 也就是轨迹越接近直线 这个特性在儲俗越慢的武器上 可以看得越明显 再来是高空 高空投弹基本上只能用在投弹类的武器 它的优势是可以让飞机维持高度 减少风险 也可以让飞机离打击目标较远 救命中目标 这是因为炸弹离开飞机后 会移飞机的速度继续向前飞 且同时下坠 所以丢完之后飞机回头 炸弹落下的点 会在前面更远处 在春季更新前 战好战斗机可以运用这个技巧 只进入AA射程一点 就杀死操作AA的士兵 虽然现在不行了 这个技巧对攻击机和轰炸机来说 依旧是有用的 不过没有办法效果那么好 在对方AA满天飞的情况下 高空轰炸可以减少被击落的几率 不过高空轰炸也是有缺点的 因为炸弹掉到地上的时间增加 这期间敌人目标很可能已经移动了 在轰炸机特别推荐大家这样做 轰炸机的速度慢 本来就很容易被打下来了 低飞会大大增加被坦克打中的几率 让轰炸机的生存能力更低 了解特性后我们来实作一下 飞机从俯冲攻击的打击点开始 依照你想做的攻击角度爬升 可以一边爬一边修改 并同时回头看你等一下要打击的地方 在PS4上照我的设定是L3加推动R 看的目的是防止有敌机追来 可以提早发现以及观察地面步兵的动向 尽可能先调整自己的攻击角度和方向 让掉头后可以有更多的反应时间 也可以乱按标记把敌人点出来 帮地面部队侦察 不过回头状态下不太容易标得到 爬升的同时在心中莫属秒数 战斗机4秒 攻击机5秒 红炸机10秒 刚开始数不准可以先玩整幅 整幅本身就有个计时器帮你 数完后才可以掉头开始补充 可以超过不可以小于这个时间 太早回头武器还没有冷却好 反应时间可能也不够 反而会让命中变得困难 每打中一次损失的时间 比多飞几秒再回头多太多了 如果觉得还是太短 你来不及瞄准 就再飞远一点没有关系 掉头后要往攻击的方向 尽可能点出敌人 并微调自己的飞机 尽量跟敌人的排列或移动方向平行 射击武器准心对盗 算好下坠量后可以开始射击 爆裂火箭则是靠近目标 才发射命中率会比较高 再来当目标出现在卢旋桨下方的瞬间 按下投弹 就能顺利获得敌杀 如果前面方向没有调整好 也是可以预判炸弹落下时 敌人的位置来投弹 例如投在跑步的人的前方 整个对地攻击的步骤就是这样 辅充的时候 如果觉得飞机太快可以按减速 爬升的时候可以按加速 很熟练的也可以全程按加速 加快攻击频率 按下投弹的时间点 会根据每个人的反应力和角度有一些误差 大家必须要尝试进行修整 我自己是在空伺服器选定目标 丢下去再回头看弹痕 有没有重来练习的 让我们再看一遍 可以看到一遍 一遍的兵器 一遍的兵器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接著來偷偷看高空吧 高空頭彈要利用頭彈瞄準鏡 这个头彈瞄準鏡非常高科技的帮你计算好头彈的提前量了 所以就是在瞄準鏡中看到目标要进入中心就丢下去 只要它没有动就会命中了 这主要是轰炸机在用的 攻击机只有特殊需求才会用到 轰炸机的头彈镜必须要在第一人称按载距的瞄准键才能进入 弹幕轰炸机有侦察相机 不过这里因为bug没有办法选到弹幕轰炸机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段画面来示范 在头彈镜模式下使用可以标记下方的敌人 记得好好利用 还有就是瞄准的时候要左右调整的话 不要像攻击机或战斗机用舵来调 而是要用整台飞机 把飞机转成斜的 靠拉伸跟俯冲的操作来调整 这样才能够快可以在抵达目标前反应过来 老实说我轰炸机并没有拿去实战过几次 因为轰炸机太依靠前后两位枪手 我没有固定队友的情况下 通常飞不了多久就被打掉了 厉害的轰炸机组员在空中像个堡垒一样 不厉害的轰炸机组员在空中像个棺材一样 驾驶能做的事实在有限 让我不是很喜欢用它 所以更厉害的技巧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基本上头弹这件事本身并不会太难 稍微试个几次抓到头弹的点之后就可以了 男士男在想要杀更多人的时候 要怎么尽可能让每次复充都有杀到人 甚至是杀到复数的人 对步兵的移动路径 常用的掩体 两军的对战局势比较了解 比较能预测步兵行动的飞行员 可以有比较高的击杀成功率 如果跟我一样不太爱玩步兵 偶尔看看步兵的影片 记一下他们喜欢在哪 会有一些帮助 挑目标的时候撇除战略需求 可以先从不会动的 可能会活比较久的下手 会减少一些冲下去人已经跑了 或被队友杀了的机会 如果同时看到标记目标跟未标记目标 他们又一样好杀的情况下 挑未标记目标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这是我玩下来的经验 所以大家空伺服器头准了 就坐上飞机去实战吧 那我们这集的飞行员教学就到这边结束 有任何问题或意见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订阅其他小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